画面中可以看到铁皮屋内窜出火蛇 还冒出大量浓烟 消防人员到场赶紧利用破坏器材 将铁卷门割开并布水线进到屋内抢救 火警就发生在29号凌晨一点多 新北市土城区玉明路上一间小吃点 突然传出火事 由于现场为一处联动铁皮屋 隔壁店家还在营业 店员发现后赶紧报案 带来听一段消防大队长的访问 所以到现场的时候火是已经烧起来的 大概燃烧的面积 我们勘察了一下后面的厨房烧起来 那大概燃烧的面积 大概是25平方公尺 那你们有人吗 没有人啊 隔壁打给我啦 我们早就回家了 我说九点半就回家了 就了解火警燃烧面积 约25平方公尺 除了小吃店厨房被烧毁外 还波及到隔壁店家的厨房屋顶 所幸没有人受伤受困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火雕科人员后续调查